大家好,我是桑普,由桑普為大家做論證 今天講朱立倫以及習近平這兩封信件 因為大家知道星期六,9月25日 是中國國民黨黨主席選舉 朱立倫勝出黨主席,大概是說 有史以來中國國民黨黨主席當選人 得到最低比例的百分比的選票 大家看到基本上是他弱勢的領袖 張亞中那邊是相當囂張的 大國他分析中國國民黨有三類勢力 我先不講派系和王府兄那些 更加正水深流很多交叉手的地方 我先講三類勢力,一類就是本土 一類叫深藍,一類叫紅統 紅統,用這個框架來分析 現今2021年的中國國民黨是很正確的 上一節也講過,本土的公器臣得他第三名 十幾% 而這個深藍的票倉佔會最高的就是這個 所謂的朱立倫 另外一個叫紅統 紅統就是,即朱立倫只有45%左右 反而這個三十幾%紅統支持張亞中 很多以前的韓粉 一些所謂的王府兄黨部的人 軍人 即是一些退伍軍人 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希望統一的,紅統的軍人 還有一些韓粉 還有甚至很多台商 台商是張亞中後面的支柱 台商後面的支柱 就是中國共產黨 共產黨,黨委,台商,張亞中,一條線 這樣很清楚 紅統三十幾% 你說這個中國國民黨是墮落到這樣的地步 以前一旦見到,立刻拿出去拖出去,拖出去 槍斃,槍斃,一定這樣 現在呢 不但不槍斃 佔了三十幾% 做一個大喇喇的選總統 選川黨主席 不知所謂 好了 你說這些,政輝那些很好嗎 我告訴你沒有一個好人 朱立倫 什麼人呢 他原籍浙江二污 他在桃園八德出生 八德鄉出生 他的父親 基本上是一個軍人 就是由打仗來到這個軍人 所以他有外省人的血統 另外呢 他的母親 也是在這裏台籍精英的家庭 那他 不是他媽媽 他的媽媽 他的太太 他的太太 就是他的外省人 就是這個 朱立倫 同時 他認識他的太太 他的太太 就是本省人 他的太太姓高 他的太太姓高 他的太太姓高玉樹 大家知道呢 就是當時 所謂的台灣 當時在國民黨外面 一個比較大的台籍精英 他的角色有點像奉劍姬的角色 既又傾又砌的角色 那麼這個又傾又砌的角色呢 就不會使得國民黨 釘信他 要將他消滅 但是同時 他都投誠 表忠 使得國民黨 信服 就是基於黨之外 又在黨之內的感覺 那這樣一個情況呢 就是高玉樹 他的家人呢 也跟他有很多個聯繫 所以就說了 他得到了台籍的精英 和外省的一些情況 兩邊的結合 這種情況呢 是在選舉上面很吃香的 所以你想想 那麼 朱立倫 他做過八年的桃園縣 當時不是桃園市 是桃園縣的縣長 是不是 當年的桃園 依然都是包窗被倒的 八大行業的 OK 接著又做過新北市的市長 OK 那麼他那個聯繫 揮低了這個蘇貞昌 我沒有記錯 於是乎就贏了這個選舉 那麼你看到 這個 後來 他就跟蔡英文競選總統 朱立倫代表國民黨 競選2016年的總統 蔡英文代表民進黨 競選2016年的總統 然後呢 朱立倫是全 全時間裏面呢 國民黨得票最低的比例 當年來講 當時為止最低的比例 是輸了 輸了這場獎 蔡英文就當選 第二屆 蔡英文是對上誰 大家知道韓國瑜 OK 那韓國瑜都輸得很怕街 那這是另一件事 但肯定第一個情況就是 朱立倫輸了 那輸了下來之後呢 他當然了 心不死 但是據高玉樹所講呢 他一個呢 很蛇龜的人 要面對重要決定的時候呢 不敢去做決定的人 有很多人呢 在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不適合做政治 也都不適合做生意 那些人是適合做呢 打一份工 穩穩定定 做些籌謀 組織 人情冷戀 喬事情 喬人物 就是說呢 跟那些人 跟那些事 煮飯仔 大家一齊呢 開開心心樂呀融融的呢 有些人很厲害的 但是那些人通常 是要做決定的時候 不敢做 因為太多人情 在那地方牽半著 你什麼都不敢做 所以這件事的話呢 大家知道領袖的特質 並不是他這種人 好了 這種人呢 很深 因為他所識的人脈 和他之間欠那個人情債 要幫過誰 想要做些什麼 可以非常隱蔽 也非常複雜 所以這種人的情況呢 是會比張亞中那些紅統更加難搞的 因為張亞中那些呢 明昌二黨嘛 朱立倫呢 暗戰難防嘛 這就是分別 那我一直都說了 張亞中如果當選個好啊 國民黨立刻分裂 推動他分裂 要民進黨睡覺都可以選贏 那現在不是 現在就是什麼呢 張亞中輸入 他變成一個非常大的勢力 在國民黨裡面 隨時挾持著 要挾著這個 朱立倫做事 而朱立倫為了希望 Please那些台商 Please那個 Please那個 最後最後呢 全部跟著你的風 將深藍紅統化 現在正正就是 共產黨的目標 就是將這些深藍紅統化 而將本土呢 揮出來了 這個就是他的目的 但是這樣的情況 用靜水深藍 隱蔽方式做 所以朱立倫當選 是對共產黨的佳陰 而不是悲劇 共產黨上一屆的時候 看到去年 江啟臣當選 江啟臣代表本土 就是張慈蠢 就是蠢 朱立倫 朱立倫 倫 就代表這個深藍 張亞中代表 紅統 就是中 就是蠢 我們經常都這樣說 沉倫中 但是呢 本土十幾%票 哇 不想逼 現在被這個深藍的板塊 這個朱立倫呢 吸了很多票 也有一班是 在本土裡走票 要棄補的票 但是變成洪吸了過去 接著呢 你會看到 紅統的張亞中 雖然輸 但是他經常講到自己 衰敗猶榮那一款 又要繼續監督國民黨 所以這樣的情況 你會看到 朱立倫是 愚助針尖 但是他也有自己的野生 有自己的關係網 所以 深不可測 在這種大背景之下 國民黨是會更加沉淪 台灣局勢會更加空間 而不會更加好 我現在才聲明 接著呢 習近平馬上 上屆不給賀電給江啟臣 今屆就給你的賀電給你朱立倫 我讀一讀他整篇的 的一個 的情況 他信箭 即是他信箭 上面呢 就寫著 中國共產黨 中央委員會 OK 接著寫了 台北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 朱立倫先生 抬監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 朱立倫先生 抬監 他從來沒有稱呼 他是一個什麼的職位 OK 是 朱立倫先生 抬監 這七個字幾個月 我會比較 即使先生當選 中國國民黨主席之際 謹表祝賀 過去一個時期 貴我 即你我 貴我兩黨 再堅持 狗義共識 反對台獨 的共同政治基礎上 良性互動 加強合作 順應兩岸同胞共同願望 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造福兩岸同胞 成效 有目共睹 當前 台海嚴勢 複雜嚴峻 全體中華兒女 要和充共濟 團結坑持 期望兩黨登高望遠 堅持共同政治基礎 堅守民族大義 努力合作為同胞謀福祉 為台海謀和平 為國家謀統一 為民族謀復興 信眾時期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習近平 2021年9月26日 關鍵地方就是 堅持共同政治基礎 就是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 堅守民族大義 就是你和我同屬一個民族 為國家謀統一 要統一 第二就是為民族謀復興 我們一齊來一齊復興 是否這樣說 他復你的興 就這麼簡單 所以這就是2021年9月26日的 習近平的一個說法 這個說法 跟當年2017年 給這個 這個 當時 這個 吳敦義先生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 吳敦義先生 當選國民黨主席 因為2017年的時候 他吳敦義做主席 當時也是發了一封賀電 偏偏就沒有發給江啟臣 今天就發給這個朱立倫 所以說 朱立倫和習近平 有沒有台底方面的交流和溝通 當然是有的 才取信於他 即是說 共產黨不喜歡本土這一派 當選國民黨的主席 但是你心臘 可以變成紅筒的 就要過來 就這麼簡單 好 接著 去到這個 朱立倫福電 都是26日寫完這篇文 信棧 就是你寫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 即是這個 他的信印出來的東西 然後他打了什麼字呢 看一看台頭怎麼寫 中國共產黨 中央委員會 習總書記近平分鑑 中國共產黨 中央委員會 即是原分的分 即是 中央委員會 習總書記近平均分鑑 其中央委員會 人家只是說 台監 台端 就是 法文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很簡單 但是 你說過 第一 你寫一個全稱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習總書記近平分鑑 第一個分別 你寫總書記 人家寫先生 第二 人家根本寫台鑑 你寫分鑑 第三 人家不會這麼欲罵寫 就是 朱當選人 栗立倫 不會這麼寫 他會寫 習總書記近平 以前國民黨 都是說什麼呢 先總統 先總統 要隔一隔 掌公 甚至就是 掌先總統戒石 或者有些次序 可能兜亂 這些兜亂的全部 那些中華文化的 繁文肉質 垃圾 其實說到最後 就是 習總書記近平 這個說法 我想我第一次聽 還要分鑑 我第一次聽 可能查一查 可能我坐下 可能吳敦義 馬英九以前寫過這些垃圾 但是通常都要對等 人家寫給你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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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覆信 你一定看過人家的信 就是人家怎麼寫 你竟然寫 習總書記近平分鑑 就是講給大家知道 就是 我趴在這裡 仰慕你 跪安 平身 且 就這麼簡單 9月26號 福電敬式 所以他看過這封信 依然寫這個垃圾台下 如果在蔣介石的時代 抓到這些人寫這些東西 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人 出這些東西 被蔣介石抓到 第一句時間 後院我開槍 啪 八卦來 沒得說 通匪呀 你大哥 他怎麼寫呢 9月26日 河電敬式 緊致謝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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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 緊申謝神 特此呢 去申術呢 我的 感謝的熱神 就是 柱身邊 做一個 沉涼的沉的右手邊 9月26日 河電敬式 緊身謝神 兩岸關係 三十多年來 在 貴我兩黨 學生人家的說法 在貴我兩黨 不斷的努力推動下 而且 國共兩黨員三十多年來 一直都是國民黨共產黨 一起推動一些東西 這是第一次聽的 在各層面的交流合作 獲得相當良性的進展 為 近年來 在民進黨執政下 採取 去中 反中 政策 改變兩岸現狀 造成兩岸形勢險峻 使兩岸人民 極度不安 各位 民進黨的政府 台灣政府 蔡英文政府 蘇貞昌政府 從來都沒有去 去中華民國 反中華民國 反中華民國 她 双十指 接下來 繼續扯著國旗 繼續唱中華民國的歌 繼續不去中華民國 不反中華民國 繼續拿著孫文的挑象 放在立法院裡面 被他罵到狗頭那樣 掌公 掌公 那個雕像 還放在中正廟裡面 自由廣場 就是中正紀念和外面 奉在這裡 一個殺人 殺了幾多台灣人 好了 你說 沒了 不要管那麼多 死了 那你盜念什麼六四呢 就是人家的命 人家的命 不是命 北京學生的命 就是命 台灣人的命 就不是命 是不是這樣 死了幾萬人 人數 分分鐘多過 是完全多過六四死死人數 我問問你 蔡英文這樣做 我認為做得不夠 不對 他怎樣去中華民國 怎樣反中華民國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 去侵零台灣 霸凌台灣 霸凌台灣的主權 絕對沒有計談 看賊不兩立 賊立 看不立 是不可以的 要賊不立 看立 就是他這個偉大的中華民族意識 這個中華民國意識的這個蔡英文 我對蔡英文有批評 這會沒有批評 但我對他的批評 不是敵我之間的矛盾 他是我們國家的領袖 民宣的領袖 無論如何 有一定的民意基礎和執政基礎 你朱立凌 第一 你沒有執政基礎 你沒有民意基礎 Where are your people 這麼簡單 第二件事 蔡英文是去中共反中共的 你竟然跟中共說 在民進黨執政之後 採取去中反中政策 改變兩岸現象 造成兩岸形勢險峻 使兩岸人民極度不安 你有沒有搞錯 你跟別人自己 他認為中國是中國人民共和國 你說他去中反中 他不可以去你中反你中 你說這件事給別人聽 我問你一句 朱立凌 你去不去中共 反不反中共 一句到尾 你去中共的 反中共的 你不會寫出這件事 寫出什麼 中國共產黨 中央委員會 習總書記 近平 分隔 這麼無論的事 這是第一 第二件事就是說 你怎樣在別人面前 督灰呢 督自己國家領袖的灰呢 督自己國家民選領袖的灰呢 他不是拜登 拜登是偽總統 因為偽選舉產生偽總統 如果他不是偽選舉產生偽總統 我都不會這樣對他去民謠 但是你不是 採問何來偽選舉呢 在民意蓄勇之下形成的 你起碼都在其他敵國面前 敵國面前 敵人面前 你不說國 敵黨敵人面前 要去重新檢制 我們國家是重要的 你不在別人面前 督自己領袖灰嘛 你督自己領袖灰 公開這麼督 你說的完全生安白做嘛 何來去中華民國 反中華民國呢 他說去中共 反中共 去中華人民共和國 反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這麼簡單 人家去中共 去中華人民共和國 反中共 反中華人民共和國 有什麼問題呢 所以說朱特律 你究竟在想什麼 然後就說 造成兩岸形勢險峻 使兩岸人民極度不安 究竟誰極度不安 是集五條 一國兩制 台灣方案 不斷用台獨台獨來框你 說你中華民國也是台獨 派了這個鄧炳強鄧P基劑 雙十節掛起國旗那些 全部全部都是搞台獨 然後就說 雙十節是辛亥革命 可以紀念 但是呢 問PK共產黨的酒狗 怎麼說呢 他說呢 你慶祝雙仇 我就看看拘不拘捕你 拿著國旗那些拘不拘捕你 是不是 如果你這件事 展現出一種獨立分裂的意思 我就可以拘捕你 喂 你這樣搞法呢 很奇怪 在香港的公團聯會那些人 香港型格勢禁 不想不想出聲 收皮的 我明白 那些老國民黨員 不怕被拘捕 明白 他們不是投降 他們害怕 這件事我完全明白 我現在在台灣 我完全能夠人同似爭 心同似爭 心同似利 紅樓不再扯其明 因為很簡單 怕別人對你 這個我完全明白 但在台灣 中國國民黨主席當選人 朱立倫 有沒有說過半句話呢 有沒有為在香港這幫國民黨員 這幫為了這麼多年事情的人 說過半句話呢 你自己想一想你自己叫做什麼 殺到埋身 做過什麼 誰使用兩岸形勢更險 兩岸人民更加不安 就是中國共產黨 萬惡的中共 有沒有讀書的 還是小時候讀史片的 就這麼簡單 所以這幫國民黨出身的人 沒有了反共的骨幹 變成了一批 富庸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垃圾 話頭話老 拋棄不了大中華天下一家的 重振洪峰的偉大欲望 要兼顧對岸一些不屬於 不要投給你沒有稅 交給你的一些人的福旨 假設不知所謂 我告訴你 朱立倫 你知道你說他什麼嗎 好了 第三點他這樣寫 兩岸人民同為炎王子孫 那不如這樣 全世界人民同為Homo sapiens 好嗎 不知所謂 不如我們和星星同為動物 你寫哪一句 你寫的星星 我和星星同為動物 炎王子孫 本來這四個字是不知所謂 炎帝和皇帝死敵來的 炎帝是誰 誰啊 快點 是咯 神龍士 神龍士是皇帝死敵來的 明白嗎 炎王是兩個打仗 最後皇帝滅了炎帝 諸他成族的 炎王子孫是誰 誰你認 講清楚誰 打誰 我暈倒給你聽 你不要咬文雀字 我當為漢族 漢族 我們台灣那麼多原住民的民族 是否炎王子孫 關你屁事 怎麼那些南亞來的 就是那些南島語系的人 不是南亞 南島語系的人 其實都是台灣去的 去到菲律賓 去到印尼 去到太平洋國的島國 台灣是本世那些人 那裡有七十萬人 台灣的七十萬人 是否炎王子孫呢 現在的高山族 我高你高你的頭 我不想說粗口 炎王子孫又包括他們 你大了 總之你自己最大 人家的垃圾 是under你的 全部都是被你inferior 就是這種是很惡劣的法西斯意識 這就是中華民族垃圾意識 中華民族這個字 而王子孫這個字 都是近這一百年才有 1991年 梁啟昭開始講起 之後他都很後悔講過這個字 之後講什麼五族共和 如果五族共和的話 以前所有中國面對的事情 全部都是叫內亂 不是外患 是兇奴 全部都是中華民族 滿清也是中國民族 蒙古也是中國民族 你大了 所以說你的定義全部是飄忽的 隨時可以改的 這些完全是一幫 一幫所謂的 話頭話頭的人去做一件事 好了 那你照單傳授 然後你自己講 人家都不要你講這件事 你自己講 兩岸人民同為炎王子孫 深叛今後貴我兩黨 在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基礎上 完全照抽照 照顧習近平所講的 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基礎上 求同存異 九二共識就是沒有共識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有什麼好共識 就這麼簡單 反對台獨 那你反對什麼台獨 是不是 那你基礎上 求同尊異 如果今天台灣不是一個 獨立的主權國家 全稱的中華民國 簡稱台灣 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的話 以現在的術語來講 希望更有改進 那怎樣 你成為哪一個政黨的代理人 中國國民黨主席當選人 哇 真不得人的 所以我告訴你 他那些整個想法很離譜 求同尊異 他說不是只有求同存異 求同尊異 他連同都沒有 只有異 異他都不存 打你 你還要尊異 你金席復何席 朱立倫 你知不知道形勢是什麼 我們都要這樣說 不是這樣說 你說這些 就是 叫人家打到你幾前 你打到我們幾前 你在賣我 增進互信融合 加強交流合作 讓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繼續前行 共同造風兩岸民眾 促進台海和平穩定 那這些東西 全部將一些 比較OK的抄下來 但是 特地就不說 不去否定 不去反駁 剛才我說幾句話 就是為國家謀統一 為民族謀復興 是吧 甚至說 還要貼近他 承認 通關秘語 通關密語 通關密語 有什麼呢 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 這八個字 一個字都不能少 你有這幾個字 可以做生意 可以通商 張馬忠就很喜歡 朱立倫你都很喜歡 完全你 深藍紅筒化 完成到了 共產黨的目的 就是不是想深藍崛起 因為是深紅崛起 或者是紅筒崛起 他在紅筒崛起的話 會使用國民黨分裂 他最好的地方 先將你的深藍 吸進去紅筒裡 而你選舉變改的時候 朱立倫 你為了騙半島派的選票 你怎麼說的 你說我要反對紅筒 說張亞中是紅筒 我不是紅筒 我是深藍 你這樣說的 今天你在做什麼 第一天 自己反轉豬肚就是什麼 就是要說自己是紅筒 整件事是紅筒的象徵 然後你說 要讓兩岸關係繼續發展 繼續前下 共同造福兩岸民眾 促進台海和平穩定 端此覆借 信眾時期 中國國民黨主席當選人 朱立倫 緊啟 下面的台頭 底下的日資更有趣 110開闊湖 2021年 9月26日 小哪兩個字 哪四個字 小民國 兩個字 民國 110開闊湖 公園2021 或者中華民國110開闊2021年 當然我反對這些 再搞民國幾年這件事 今天是多詭語的 根本上應該全面這樣 學人家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完全用公園幾年 是不是 他會不會說 這個是令和什麼什麼年 有 但是呢 完全改了這些 有令和元年 即現在是令和元年 令和二年 這個又這樣寫 但今時今日 不會再讓這件事 成為日本主義的象徵 來的 你這樣搞 發揮大問題 為什麽不用公園幾年呢 第二件事 為什麽不寫民國呢 你寫公園幾年 其實好像習總 習總豬頭 他所寫的就是 2021年9月20日 他不會說 即是豁華 他會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幾多年 他不會這樣 你照學回來就可以了 為什麽你要寫 110 2021 你要寫的話 你寫文國兩個字 這叫做醫院博 說真的 你今天 2021年9月26日 已經寫完了 沒問題 但你不是 你醫院博是怎樣 哦 110 豁華2021 證明到為中華民國都存在的 不寫的 只寫紀元怎可以 所有的要對當 人家寫那個 即習近平寫的2021年就算數 你寫得2021年了 你要加民國得 你寫民國110年 敢做 敢贏不敢當 你這個樣子 不寫文國 我寫什麼 即是你連中華民國都可以事件不見 誰出賣台灣 誰是賣台 誰是國賊 誰是國賊 大家知道 這個不是我說的 江啟臣說的 他說 不選我做黨主席 中國國民黨會怎樣 四個大字 絕子絕孫 所以說了 江啟臣當選不到 應該他都說得對 我覺得這個很喜歡 這樣吧 要是張亞中 要是朱立倫 都會賣台 賣清光 而這個賣法 會更加靜水深流 是會避免了國民黨裡面的大分裂之下去賣 是更加惡劣 更加可怕 更加恐怖 所以我會告訴大家 朱立倫當選是一個警訊來的 是一個紅燈來的 他比張亞中當選更加嚴重 他會成為一個沒有公信力的一個 弱勢黨主席 比紅統 即是包括 你看到王國興黨部 朱君 你看到這個 張亞中 甚至是韓國瑜等人去挾持 跟著後面有一幫深藍的 就叫做趙紹康 也都希望搞一個叫戰鬥藍 框了一大堆人 一起跟你叫陣 其實本土派又爆發一個爭權的危機 我問你 你做這個弱勢黨主席可以做到怎樣 我告訴你 朱立倫是一個遇到挫折 遇到挑戰的時候 很猶疑不決的人 不肯做決定的人 不想去佔過的人 這種情況和萬一究極類似 這個人不會有領袖之風 對他毫無希望 而他寫完這封信之後 就等於他交代通關物語 向共產黨交了心 投了成 這份就是朱立倫向習近平的投命狀 這份投命狀給了他之後 於是就說 我們一起可以聊天 我就很擔心 之後未來的情況就是 一向都是國與國 政府與政府 陸委會與海機會海協會之間的討論機制 這個都是政府層次的討論機制 如果拉出國共陣線去做的話 就不得了 是黨與黨之間的所謂溝通的話 我們對付這個敵營、敵國、敵黨、敵人 我們如果採取這個方式來說 台灣在地協力的勢力 就是協助中共在台灣培植的勢力 會更加強 我會告訴大家 尤其是臨近夏年年尾 也有六都的選舉 地方的院市長的選舉 2024年會有總統選舉 這兩個選舉的話 會相當關注 值得關注 接下來925之後 也有一場 1023、12、23日所舉辦的 台中第二選舉 關於DQ、罷免 這個罷免的選舉 沒錯 罷免是要投票的 罷免這個陳柏惟 是由基進黨唯一在立法院裡面的立法委員 他心錄的 就被江啟臣的一些好朋友 顏青標、顏寬恒這些人 想奪回權 因為當時這個選區 一直都是國民黨去戰具 民進黨從未贏過 今次基進黨唯一一個 非藍營的贏 贏了台中市第二選區 是因為陳柏惟三Q很厲害 现在要删除这个三桅 要DQ他要失去无法做 现在民进党都要拱护陈柏惟三桅 失去维持他的议席 我都会觉得呼吁很多人支持这件事 但是同时国民党不断选择之后 第二步全力派人下去去DQ这个 要罢免这个是陈柏惟 毫无道理的 基本上是一个政争 这个禾厂出来 部分民进党都负责任 因为你和事务力量 夹手夹脚 去将这个选举的罢免法 收到这么松 被突然有机可乘 任何人选举 随时可以被罢免到 差不多至于这样的状态 经过三关 劳开费 民资民高 人力物力 人穷财进 搞三关程序 搜集了大堆的一些 所谓的申请的地方 怎样是怎样 点完一次 两次三次 第三次要 一半的人去投票 一半的选民投票 一半通过就可以将你DQ到 哇 那天天可以玩你 你只要三分票数差的话 人家会玩到你尽 因为民望会有高低的嘛 那你四年不是一个 就是比较确定一点的任期的时候 民主是很浪费精力的 那情况之下 你会发觉到 台湾自己惹出来的 我自己收拾回 现在就不知道怎么收拾 没有一个意识 觉得选举败面法有问题 我已经讲了门栏太低 以前的门栏太高 现在的门栏太低 我都讲了 那时候我和建设做节目 我已经说过这一点了 好了 现在搞出这样的祸出来 搞出这样的祸出来之后 你现在这样就知道怎么办 现在是否要全力去支持这个3Q呢 所以未来这一个月 一个相当重要的新闻焦点就是 就是罢免陈柏为案 而这件事 国民党通过颜欢行 颜清标 江启臣 朱立伦 红统一大都的势力 一定要罢免他 罢免他会再选他 选择他就再选回他的人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这件事的话很重要 民进党会不会想这个3Q走 我觉得现在没有那么可能 因为民进党从来没有赢过这个选区的 所以我想就是说 他要保住3Q 保住自己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关 所以我想这一点 在台湾的政治的争论来讲 是会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地方 未来一个月就会这样的情况 所以对了 未来的路很崎嶇 而国民党会不会重新 如有神座这样坐大 就是说朱立伦 是不是他的目的 就是将台湾的势力 搬到他那边 我露了一个大胆的预测 因为台湾富翼在张亚中底下 现在你红统失势 不如这样 你找我 我帮你做 这样的地方 就变成将心南完全红统化 逐步点滴红统化 习近平求之不得 如果这个朱立伦 你要做决定的时候 你要有很多人情的牵背 这点很离谱 你都不可以不识人 你不识人又不行 但是你怎么样 在公在私很清楚 两条线很清楚 这个就是华人社会 无法掌握的一点 外国社会 认识越多人越多 但是公私分明 就可以了 实际上特朗普 认识很多 但是公私分明 因缘分明 但你不是 现在不是这样的情况 就很大小 所以我会看下去 会觉得 朱立伦这样的做法 令我觉得相当 稀愤 未来 我觉得前途会黑暗的 但是我希望大家要知道 黑暗的进头就是光明 光明 中将战胜黑暗 希望大家加油 努力 也希望大家 鼓励大家可以 subscribe 我的patreon 帮助助台湾人 在港 港生 未来我们都会 在10月1号 在台湾举办 这个反送中两周年 其实他们现在的名字 就是很多个民团 自己想出来 就要搞这个 抗中反中的一个论述 因为台湾不止有香港人 我们都会连结所有 其他被打压的人 一起被中共打压的人 一起去和中共 就是将它的东西揭发 还有一定要给全世界知道 抗中的声音 在台湾从不止息 也在台湾社会上 从不停止 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个时间 好好做好我们要做的事 10月1号 立法院外的群言楼 群言楼外的这个 滞南楼 滞南楼上面见 因为我想很多的香港人 也都会在那地方出现 如果大家在台湾的 欢迎大家来参加 如果不在台湾的 欢迎收看我们协会 做的网上直播 还有就算不是我们协会中的直播 其他的公民社会 所做的网上直播都会有的 希望当日大家能够共商善举 很多的学生 新学期已经开学了 刚刚在上个星期三 或者这个星期已经全部都开学了 那么预祝大家 读书上来 就是协议进步 也是好好读书 因为好好读书 才能够在这个地方 有一直之地 好好工作 投资的好好投资 生活的好好生活 功德无量 希望大家继续加油